小琉球老字后的民宿被民众PO文控诉说 透过了订房网来订房 发现订错了马上联络却不退钱 白白损失两千块 不能退钱 楼下 如果时间靠冲冲冲 在这间进行你就算了 我们的价值也算了 被指控的民宿老老板来喊冤 只说订房网站的规则有清楚标出了 并不退款 实际浏览了订房网 该民宿无论是输入哪一个日期要入住 都表示着不可退款 男子控诉说 自己发现的错误马上打电话 但是电话不是打不通 就是转语音 要取消订房得收全额的取消费 联系多天之后 付出的两千元被坑了 面规则其实会写清楚 自己看清楚的话 我有条约就是 那个是要遵守那个条约 要不然可以通融一下 爆出正义的民宿 过去因为设备老旧 盗用网红照片等等 要上了新闻版面 也曾因为民众入住之后 发现贫数不符引发争议 但因为价格便宜 业者说还是有人订房 自建委在小琉球的民宿 业者说从民国60年就开业 后期跟订房网合作 有备注就是不给退 民众要订房之前 要看清楚起源内容 避免产生纠纷 三立新闻 祝俊杰 朱宇荣 屏東报